此次瑞芳区公桥里里长补选由现任社区理事长朱敬奇顺利当选 今天瑞芳区公所举行就职典礼场面简单而隆重 不少里长也来共襄盛举 里长朱敬奇在先生也是前理事长潘正信和女儿陪同下出席 从区长杨胜明手中接下当选证书也代表责任的开始 那今天是办理我们公桥里朱敬奇里长 一个当选的典礼的仪式 那今天很高兴其实区内的大部分里长都有来参与 那助理长的老公是我们的前里长 所以在整个地方事务上面 在衔接上面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很高兴今天瑞芳区公所办理这个就职典礼的活动 那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把里内的老人聚餐 以及关怀据典 让大家打造一个幸福公桥 朱敬奇虽然是第一次当选里长 但对于里内事务不算陌生 其丈夫也曾任多届里长 当时在身边学到很多 他也感谢这次里民的支持与肯定 他会认真来为民服务 以前我在我先生旁边辅佐了12年 我相信我会把公桥里很快的上手 让公桥更好 那区长这边整个公所也会来协助我们公桥里 这边的地方建设 让公桥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瑞芳区区长表示 里长朱敬奇在任社区理事长期间 对于地方长者共餐的照顾上进行尽力 希望就任里长后 继续为里民带来幸福感 也让公桥里越来越好 介陈薇 瑞芳采访报导